大家好,我是Bob 今天做茶香熏鸡腿 我这里准备了大概5磅的大鸡腿 首先用厨房纸将表面的水分擦干 最好选用大小差不多的鸡腿 这样能够入味更均匀 拿其中的一个鸡腿 也用厨房纸将两面的水分擦干 然后用压签在有鸡皮的这一面扎一些口 这样为了更好味道 大鸡腿的英文名称是Chicken菜 这个部位比较嫩 所以很适合做熏鸡腿 接下来我们准备腌制料 拿一个空碗加入盐 母香粉 花椒大料香饮和桂皮 再加入生抽 老抽 料酒 蚝蚓 烟熏辣椒 如果没有烟熏辣椒的话可以不放 然后再加入葱丝 进行搅拌 将混合好的调料 均匀地涂抹到鸡腿的两边 涂抹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放入一个盆子里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腌制三小时 腌制三小时后从冰箱里取出来 将鸡腿翻拌一下 你可以看到在腌制的过程中出了很多的汁 然后再盖上保鲜膜 然后再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继续冷藏两小时 最好不要腌制时间过长 否则就会比较鲜 把腌制好的鸡腿从冰箱中取出 然后放入一个煮锅内 将剩余的汤汁也倒进锅里 加入适量的水 一定要没过鸡腿 然后开大火 煮沸 当鸡腿煮开后 我们要去除一下这个浮沫 一定要去除干净 然后盖上锅盖煮30分钟 这时候我们开始准备烟熏的材料 首先加入5克的茶叶 10克的红糖 10克的面粉 然后拌匀 接下来我们用锡纸做一个烟熏材料的容器 就是把锡纸的四边折叠起来 然后把四角压紧持 有了这个容器洗锅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做好的容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将拌好的烟熏材料放入容器中 铺平备用 30分钟后将鸡腿捞出 控干一下水分 在有鸡皮的这一面刷上一点生抽酱油 这样为了更好的上色 拿一个已经退休 但是密封比较好的锅 将装有烟熏材料的锡纸盒放锅内 然后放上烧烤熏材料 然后放上烧烤架 依次将鸡腿放在烤架上 因为这次煮的鸡腿太多 所以我将分两次熏制 盖上锅盖 然后开大火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浓烟滚混而来了 这是我熏制的第一锅 右边的这个鸡腿是起烟后熏了大概8分钟的凉子 左边的这个鸡腿是熏了大概5分钟 所以颜色稍浅 不如右边的鸡腿上侧红亮 注意关火后 不要立刻把锅的盖子掀开 要等锅内的烟全部散去 然后再掀开 否则满目都是烟熏味了 接下来就可以将鸡腿撕开上桌了 吃太多烟熏食品对身体不好 所以千万不要贪吃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留言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